9月11日下午,洛杉矶帕萨迪娜公民礼堂,座无虚席,被誉为全球一千万人心领导师的卢君洪台长,大型炫意中述现场解答会,吸引了众多信众到场聆听,反应强烈。 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说,人跟人都是个缘分,今天主要是和大家在一次聚会,讲一讲人的现在社会当中人碰到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现在人在物质上丰富了,但是在精神上缺少很多的粮食。 实际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精神能够控制自己的整个的身体,很多人身体不好都是精神上造成的。 所以有时候一种精神上的一种颓废和压力会让我们现代人感觉到活在这个世界上非常的累。 所以我就想通过佛法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什么事情都是无偿的,因为过去的事情很快就会过去。 所以金刚经说,过去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未来也不可得。 所以我们要把握好今天,过去的一定不能记在心中。 因为德国的科学家曾经研究出,在人的记忆当中,80%的记忆都是一种悲伤和忧郁和难过过去回忆。 只有20%是比较高兴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忘记很多的悲伤的过去,就像一个人不应该把一些精神的垃圾啊,储存在心里一样,应该每天把它清洁掉。 这样的话呢,你才会慢慢的融入这个社会,才会用每天干净的心灵去迎接这个社会上每一天新的一种事物的发展。 卢君洪台长,主持金牌节目,炫意终述已有20年。 在洛杉矶解答会上,卢君洪台长回答了信众们有关感情、事业、学业、健康等方面问题。 教导人们如何学习传统正信佛法,解决当下问题。 所以精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应该注重精神,我也是呼吁用佛法的精髓,让人能够想通想明白,来改变自身的精神。 这样的话,人的精神力量能够创造出很多人类的奇迹。 所以我就想用我们2500年佛法的精髓,能够让我们每一个在海外的华人,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更多的,能够过得生活愉快,精神愉快,还有能够让自己活出一个佛法的法系来。 卢君洪台长致力于在世界各地弘扬中华文化、佛学以及禅文化。 至今在全球举办了近百场演讲,均引起巨大轰动。 今年,在休斯敦举办演讲会后,再一次来到洛杉矶,现场解答了信众所提出的各种社会生活中的疑虑和困惑。 全球新闻,美国洛杉矶报道。